穆安德烈是十九世纪的宣教士与祷告勇士 他的信息不止在当时点燃了许多人的属灵生命 他的著作等身 他的文艺载道 今日更是依旧跨越着时空来为主传生 期盼您能透过资深广播人 楚云的朗读得着这天上来的赐福 欢迎收听圣徒圣言 等候神 希望意外祝福 以赛亚书六十四章四节 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 未曾耳闻 未曾眼见 在你以外有什么神 为等候他的人行事 在改定的英文译本 是翻译作 人未曾看见一位在你以外的神 为等候他的人行事 照清定的英文译本 乃是翻译作 人未曾眼见过神所预备的恩赐 改定的译本乃是说 没有人见过在我们神以外 有什么别神 为等候他的人如此行事 这下面的两种意思 都是极其通常的 我们的地位就是等候神 或说神要将人心中 所不可思议的事物 启示给人 两者分别乃在于此 改定本的重点 是工作的神 而清定本的重点 却是神所要做的事 在哥林多前书 二章九节的引用当中 就是根据清定本的意义而来 它是论及圣灵 所要启示的事物 我们现今所要注意 默想的也就是这一点 在今天的经文上的几节 尤其是从以赛亚书 六十三章第二节开始 提到神子民 威靡衰退的情况 先知在十五节 已经献上祷告说 求你从天上垂顾 十七节说 耶和华 你为何使我们走差 离开你的道 使我们心里刚硬 不敬畏你 求你为仆人的缘故 转回来 以赛亚书六十四章 一到二节 那祈祷就更加迫切 愿你猎天而降 愿山在你面前震动 好像火烧干柴 又像火将水烧开 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 接下来 就是根据以往 而献上呼求 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 可谓的事 那时你降临 山岭 在你面前震动 因为 这乃是由于 想到我们 所未曾逆料的事 而信心被唤醒鼓励 他现今 仍是同样的神 从古以来 人未曾眼见 在你以外 有什么神 为等候他的人行事 唯有神自己知道 他能为着那些 等候他的人 做什么事 这正如保罗所引用 二家一讲解地说 除了神的灵 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只有神借着圣灵 向我们显明了 神子民的需求 和求神介入调停的呼召 在我们今天 是和以色列时代 一样紧急的 无论现今或以往 总是有一些 少数的渔民 是全心寻求神的 倘若我们观察 整个基督教 教会的情景 实在有无限理由 来求神 列天而降 垂鼓一下 唯有全能者的能力 特别介入彰显 才有转变的可能 我怕我们对于 所谓基督教世界 在神眼中的情形 太欠缺正当的观念 若不是神降临 好像火烧干柴 使他敌人知道他的名 我们的劳苦工作 都可能是事倍功半的 试看一下 教会中的工作 太多是凭着人的智能 和文化教育 太少是借着圣灵大能的名证 再想一下 基督身体的合一 那属天之爱的能力 是神儿女完全合一的彰显 何其少 再想一下 圣洁方面 就是关乎基督的谦卑 和向世界死那种圣洁 世人能看见 在他们中间 这般活出天上基督 而天上基督 又活在他们里面的人 实在是何其其少 那么 我们究竟要如何行呢 唯有一件事是必须的 我们必须等候神 为什么而等候呢 我们必须永不歇息地呼喊说 愿你列天而降 愿山在你面前震动 我们必须渴慕相信 我们必须祈求指望神 来做人所未曾逆料的事 我们必须建立信心 在这位神身上 这位能超越我们 所有期望 独行歧视的神 应当被我们全心信赖 神的子民 勿要扩大胸襟 而等候那位 能充充足足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 但愿我们 能以神选民的身份团结一致 而昼夜呼求神 而昼夜呼求神 做人眼中所未曾见过的事 他能兴起他的子民 使他们成为地上一个可赞美的名 耶和华必然等候 要施恩给你们 凡等候他的人都是有福的 以赛亚书三十章十八节 我的心 专等候神 穆安德烈是神所重要的时代工人 他一生以宣教和写作为执事 他日以记业的为主写作 一生共有两百四十多本 从十九世纪以来 他的文字一直不断地影响着历代信徒 成为全球非常重要的灵修小品 这一课 就让你我继续来聆听 由资深广播人 楚云所颂读的 圣徒圣言 信心生活的秘诀 信心的试验 对于信心的顺服 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 《猎王记》下五章十三节 他的仆人静前来对他说 我父啊 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 你岂不做吗 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 在乃曼身上 我们得到一个显著的旧约立证 说到神在对待人的事上 信心所占的地位 这是我们奇妙地发现 到底信心是什么 第一 我们要想到 在乃曼这边 他渴望得医治的心是多迫切 他为了得痊愈 愿做任何事 甚至向叙利亚王和以色列王求情 也愿意经过漫长旅程 并且在先知面前谦卑 但是先知却不打算出来见他 我们从这些迫切得祝福的愿望 可以看出什么是刚强信心的根基 而在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当中 这种寻求神和要祂祝福的人 真是太缺少了 信心第二个标记 但是必须放弃所有成见 并且在神话语跟前俯伏 这是过于乃曼所愿意做的 所以他就大大发怒地离去 幸好 有他因为聪明而忠心的仆人 给他提供上好的劝告 当我们想到这么简单地接受神的话 怎么可能在我们心中 产生如此巨大的改变 这种思想会使我们的信心果足不前 第三个信心标记 乃是深信不疑的顺从神的话 你去沐浴而得洁净 起初这一切好像都是突然的 但是信心在顺服中得到证实 这不仅做一次或两次 乃是七次 做的时候 确信伟大的神迹必要出现 信心只需接受那简单的话 你去沐浴就得洁净 请看 他完全更新了 像小孩的肉一样 全身就洁净了 神大能的作为就如此成就了 当神的话带我们来看这个应许 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洁净了 我要洁净你们 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 拦阻我们的不是别的 乃是不幸 我们要相信 用整个意志来简单 并且坚定地降服于神的应许 确实会使我们的心得洁净 这是我们所需要的 有一道河 这河的分叉是神的成欢喜 它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 并且流进许多宝贵应许的运河 每一步都可以听见有话说 你去洗就得洁净 基督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 每一个应许都有一个护照 你去洗就得洁净 你去洗就得洁净 基督要接着说 你因我讲给你们的道 已经洁净了 每一处都干净了 信心生活的秘诀 对基督的信心 使我们能相信基督 的确就是那位全能的神 约翰福音十四章一节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在主灵别的谈话当中 当基督快要离开他门徒的时候 他教导他们 必须以同样坚定相信神的心 来相信他自己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你们当信我 我在父里面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当主在地上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使门徒们 完全认识他 但是在天上 神丰满的能力是属于他的 他要在门徒里 借着他们做比他在地上 所做的更大的事 这个信心 必须首先集中在 与父缘为一的基督身上 他们必须完全相信神 所已经做的一切 现在也能由耶稣来做 基督的神性 乃是我们的信心 所倚靠的盘石 那位有分于我们的性情 为人的基督 在实际上 乃是真神 神的能力 怎样在基督里面做工 甚至使他从私里复活 照样 基督在他神圣的全能中 也能在我们里面 做成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亲爱的基督徒啊 你岂没有看见 花时间在神圣的全能里 敬拜这一位与父同在的耶稣 这是何等重要 这将教导你 依赖他的丰盛 在我们里面 做成我们所渴望的一切 这样的信心 必须占有我们 使我们每一次 想到基督 就满绝 这位大能救赎主的同在 祂能拯救我们 圣别我们 并且赐能力 使我们达到完美地步 神的儿女啊 要在极深的谦卑中 俯伏在这位可称颂的主耶稣面前 敬拜他说 我的主 我的神 要花时间 只等到你完全地感觉到 一个确实的信心 在那里面产生 相信基督 就是那位全能的神 祂要为你 在你里面 并且借着你 来做成神所渴望的 以及你所需要的一切 让这位你所认识 所爱的救主 成为你前所未曾知道的 全能的神 也让祂成为 你的确具和力量 救主 在最后一晚 临别谈话里 一开始 就告诉他们 在他们一生中 每一件事 都在于相信他 由于这个信心 他们甚至能够做 比他所能做的 更大的事 在他谈话 快要结束的时候 他又重复地说 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我们有一个需要 就是直接的 确定的 而且不住地相信 基督的大能大力 正做工在我们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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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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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活着 你们也要活着 前三本福音书里面的教训 和约翰福音有极大的不同 约翰那是耶稣怀中的朋友 他比其他门徒更懂得主的意思 并且他所记得基督的教训 大多是别的门徒所未曾提到的 这就是约翰福音13到17章 成为新约中最里面的圣所 其他门徒说到悔改跟罪得赦免 这是新约第一个伟大的恩赐 但是他们很少论到新约 所带给我们的新生命 以及要把律法放在我们的新心里 成为一个活的能力 约翰所记载的那是 基督告诉我们 他自己的生命 要实实在在地成为我们的生命 并且我们要与他联合 正如他与父联合一样 其他的福音书说到基督是牧者 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约翰说到他是牧者 他为羊舍命 使他自己的生命成为他们的生命 他说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所以基督在这里说 我活着 你们也要活着 门徒从他所要接受的 不是他在地上时候的生命 乃是复活的生命 这个生命 带着胜过死亡的大能 而且也带着被高举超过一切 而达到神右边的能力 从此 他就一直住在他们里面 这是一个新的 属天的永远的生命 主耶稣自己的生命要充满他们 这个应许乃是赐给一切 因信而接受的人 何等可惜 有许多基督徒都仅仅满意于 基督徒生命的开端 而从不渴慕得着这个生命的丰满 就是那更丰盛的生命 他们不相信能得着这丰满的生命 他们也不准备 为了完全被耶稣基督的生命 所充满而有所牺牲 神的儿女啊 这个信息现在再次临到你们 在人所不能的事 在神却能 请你一定要花时间 让基督奇妙的应许 占有你的信 除非你得到一个完满的救恩 否则就不要满足 那就是基督活在你里面 你也活在基督里面 切记 这乃是对所有愿意花时间 来听基督应许之人说的 他们也相信神的大能大力 要在他们里面 做成他恩典奇妙的神迹 就是基督应信 住在他们心里 信心生活的秘诀 爱的顺服 由于父和子 住在我们里面 就是我们对基督的爱和顺服 成为可能 约翰福音十五章十节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住在我的爱里 常常有人问 我怎样才能一直住在基督里 怎样才能完全为他活着 因为这是我所渴望的 也是我热切地祷告 我们所引的经文 朱很简单 但意义深远地回答这个问题 他说 遵守我命令 这乃是住在他里面 唯一确实并且有福的途径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住在我的爱里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住在他的爱里 爱的顺服 乃是享受他爱的途径 请注意 在最后一晚 主曾经多次说到这件事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然后又两次说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在第十五章 有三次讲到 如果我的话住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住在我的爱里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 就是我的朋友 有六次 有六次 主把遵守他的命令和 爱他连在一起 并且跟着 有一个伟大的祝福的应许 就是 父与子 要住在我们心里 使我们遵行他命令的爱 乃是住在他爱里的唯一途径 我们和基督的所有关系当中 爱是一切 并且 基督对我们的爱 以及我们对他的爱 都从我们对弟兄的爱上 得到证实 但是接受这样教训的信徒 是何等的少 许多人都按于这种想法 就是 爱的顺服是不可能的 他们不相信 借着神的恩典 我们能够蒙保守脱离罪 他们不相信 新约的应许 我必将我的灵 放在你们里面 使你们顺从我的律力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他们不能想象 对于一颗完全降福 并且单单奉献给基督的心 他能够使我们以为 无法达到的事成为可能 也就是 爱他 遵守他命令 住在他的爱里 圣灵要成为 基督在他们里面生命的能力 这是神奇妙的应许 也保证他们会实在地爱他 并且遵行他的话 那就是 住在基督里的伟大秘诀 也是得着神和基督 内住的秘诀 而且是有功效地 借祷告 把神的祝福 带到他们一切工作上的 伟大秘诀 伟大秘诀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